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做周贝磊 我13年前曾经就读于绵阳东城国际学校09届的15班 然后我当时的班主任也是我们当时的年纪主任 也是我的数学老师叫做吴建峰 这件事情其实过了13年也原本是不想再去提及它的 因为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今年是26岁 其实也试过在贴吧去发声还有发微博 但是这些事情都曾经被压下来过,甚至被删帖 所以通过这次的话又是再次的鼓足勇气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前天的话我看到微博上有一个男生 他的话发了一个就是有关他去爆料老师 他看到老师去对女学生进行一个性骚扰 还有就是殴打学生 那么他的留言当时已经过百了 然后有些人就会去骂他 很多大部分都是说这个是个谣言 然后去抨击他说吴建峰是他们心中最好的老师 那这些人的话他们也不是受害者也不是目击证人 然后我当时看了就非常气 再加上我现在有一定粉丝的量 所以我觉得我的发声也许能帮助到他 然后我就负责了转发 刚开始是只是想转发 但没想到也有人来骂我说 我是想蹭热度 然后我真的不知道就怎么说 因为那个男生就一万多粉丝 我现在目前已经九十多万粉丝 这何来的蹭热度 再加上我想靠这个挣钱 他们说我不知道我怎么去用这个东西来挣钱 因为这不是一个光彩的事情 我每次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都是发抖 我觉得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压力在的 我到现在都没有发泄出来 也会导致说我的性格上的变化特别大 然后到后面特别叛逆 然后就是从初二就是08年512以后 我再也没有回到过那个学校 从此我也不想去想这件事情 然后在我转发了以后就有一些人 当然了是让我觉得开心的事情 就是很多受害者就私信我 从昨天晚上我转发了这个事件以后 大概几个小时内 现在差不多八九个小时 已经有五十多个受害者加了我的微信 还有很多聊天记录那种留言 我还没有来得及看 所以受害者真的是非常多 有男有女 男生大部分都是体罚 女生的话大部分全部都是性骚扰 以及一些语言上的 或者是微信的聊天记录 对一些女生做的什么 比如说老师不该说的话这种 我发这个视频的目的主要是想说 一个我们不会去拿这种丢眼的事情 我也不觉得是光彩的事情 而且我有家庭了 我其实是有犹豫说要不要站出来 当然了很多人是选择沉默的 但我觉得人不能这么自私 就是也要为现在很多学生去考虑一下 因为听说现在吴建峰已经当校长了 然后他又开始带新的一批十几岁的小朋友 所以我愿意去站出来 也愿意说实名之举报 在我那时候十二三岁的时候吴建峰老师经常对我动手动脚 比如说把我单独叫到他的办公室里 拉我的手搓我的手 然后拍打我的屁股 然后以开玩笑的形式 还有就是在班级里需要打疫苗的时候 我当时是真的很害怕 他直接让我坐在他大腿上握着我的腰带我打疫苗 其实那时候女生都有生理期都已经来过例假了 这个是让我觉得很难接受 我爸都不会对我做的这样的事情 还有就是老师经常在我们做颜保建操或者上课的时候摸我的背后 他摸我的胸罩袋 然后抠我的胸罩后面的扣子 这一系列的让我觉得非常恶心 到最后发生了一件事情 是我觉得我很真的觉得我就差那一步 就真的有可能我这辈子就毁了 老师他带我去他家里单独补习 然后说我的牛仔裤有点大 然后就帮我网上提 然后拿手这样子摸我的下面 当时是隔着裤子 我当时真的吓到直接摔倒 我都不知道怎么起来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 也满脑子空白我不知道说什么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他就开始强行脱我的袜子 他说让老师摸摸你的脚 然后看你的脚臭不臭啊 类似的这种很奇怪的言语 这个时候他的女儿当时就属于我们的东城学校高中部 我当时出外他女儿大概是高二高三的样子 然后他女儿出来了 然后这个事情才结束 否则我真的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如果他的家人当时没有出现的话 我不知道已经进行到哪一步了 以及补充一点大家都知道吴建峰老师是很喜欢玩摄影的 然后我有一次在他的办公室里订阵作业 然后他叫了我两个比较要好关系的同学 然后去他办公室 那两个女生当时穿的是低腰牛仔裤 吴建峰老师就让他们两个蹲下来 然后并且拿单反进行拍摄 拍他们下面屁股的钩子 然后就说 你们觉得这个好不好看什么的 然后放在他的电脑里存进去 我觉得这种东西不知道为什么 让我觉得很有真的让我觉得有恶心的感觉 而且有变态的感觉 他当时也问我 你觉得这样好不好看 我也是不知道怎么进行回答 反正太多次了 他经常是 很多人都是亲眼所见 看到他让女生做服务穿 当他面 然后夏天的时候穿的又是圆领 很容易走光 还有就是当着他的面具 做一些蹲下站起的动作 他经常会让我们去做这些事情 具体的 我觉得很多受害者更有发言权吧 所以我能提供的就这些 然后非常感谢很多记者啊 什么的 他们去关注这个事情 我是不希望我的小孩以后 会遇到这样同样的事情 所以在此发生 我也不会害怕任何结果 谢谢